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比如说我之前在学校里面会学到很多 关于中国政治的比如说一些 政治历史的发展 或者是说一些不明的一些变迁 像一些行政改革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真正到商会实习之后 然后因为发现每天你都要和他们打交道 然后去和他们见面 然后还要跟他们沟通 最终是他们采纳我的意见 然后就开始觉得你书本里面的知识 然后他要走到现实里面 然后就每天和他们接触 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帮助我的英国老板 他是管理能源相关的工作者 还有环境相关的一些工作者 需要去办会像能源局 还有哈莱路这样的一些主管部门 就这个然后我需要就是帮助他去 以及去写一些办会行 然后和相关的人物军沟通 然后会确定下来 还要准备一些注意材料 这个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是一个之前没有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就是这样的经历